太低了 這樣會讓駕駛人去注意 儀表板上面的速度 眼睛就會離開道路 後車可能會不太耐煩 而去散你大燈或去超車什麼的 這樣也是蠻危險的 來到北宜公路 一問到區間側速上路後 重機騎士們是漫腹苦水 小萊兜風卻得小心翼翼 騎士們有話要說 車流會因為這樣子 可能大家就被塞車 區間側速抓的是 19.1到23.1公里這一段 平均車速超過60公里的汽機車 從起點到終點 只要時間超過4分鐘的話 就不算違規 但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反而更危險 優勢部就好比說 你會在旁邊休息啦 對 北宜公路區間側速 在4月1號上路 一週內的行車資料 有68件違規 降幅高達97.8% 清明連假期間 也都沒有交通事故發生 再來看萬里隧道 去年7月實施後 車輛違規減少94.3% 交通事故也減少86.2% 學者認為成效顯著 有一些希望開快車 它會讓它降速 那這時候會使得 整體的車流的速度呢 是比較盡力 流量的登大 或者是對安全 都是有幫助的 十次車禍九次快 但政府或許也該思考 除了區間測速外 看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能讓騎士幸福口福